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喧闹的体育馆内耳朵污染 接受这种体育赛事的熏透 古巴队又出现了伟丽 日本队所得的十三分当中 有六分是古巴队的自己的失误 日本队自由人非常地积极 这球日本队进攻呢 攻击队员的球触手点比较低 从现在情况种种迹象表明 古巴军团很难遏制住日本的强力攻势 古巴今天全队似乎并不在状态 如果现在不赶紧奋起感激 赶紧重新回到这种巅峰状态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0比3输给这手 当比赛破定差距只有三分的时候 日本队的教练呢叫了暂停 这让古巴队联系的得了两分 日本队的战法呀很明确 就是依靠自己出色的地面防守 靠自己这个可以说 用球迷的画角擦地板的功夫 再加上空中配合 打对手一个立足卫文 而今天呢 从整个古巴来看呢 似乎他们的雷达预警装置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而且以往呢 像15号系列 还有像卡卡泰斯 包括像桑托斯 都是握有大规模杀身 用具武器的队员 但今次来讲呢 给人感觉到是状态低迷 人类继续靠他们的疯狂的进攻 在打压低迷的古巴队 14比10 双人拦了 这球没有能够拦住 要球 齐烈的两次球 今天也难以发挥 古巴队篮网当中球 碰了标志杆 这是这局比赛里面 日本队靠古巴队的15 得到第7分了 日本队现在是15比11 领先4分 大球队员呢 是10号 远板明脉 齐烈 还有 看头 但是 球扣过去 紧跟着手 就在这同时打着网子上 古巴队 这种技术的抽套 现在已经是 到了无疑了 到现在日本内的得分 16分当中 仍然有50% 是由古巴竞争所贡献 咱们自己呢 在进攻的同时 不断的有一些失误 这刚才 古巴队的进攻 对方没有拦住 恶果 日本队呢 在小肚比赛里边呢 曾经3比0 击败了意大利 在和古巴这交通当中 也是先赢两局情况下呢 控制好局 以2比3告诉 但是在弹节赛里边呢 他们 出意料的 非常轻松的3比0 战胜了中国 也是 创造了近几年呢 从中国队交锋当中呢 一个新的翻盘记录 比分而且是3比0 那么这支队伍应该说 还是让人感觉到 用的一种全新的气象 古巴队进攻 从现在古巴队来看呢 打得远不如 昨天半截赛 同美国队交通时候 日本队的11号 荒木会议箱 这球跳在空中 怎么处理都给你打过 这就是有了自信心 怎么打怎么有 15号手也无子 日本内的接应队员 古巴队又是蜈蚣过往 又轮到日本人了 手扣出了些来 这只因为日本的 这个进行队员个子太小 二船呢 组织传球稍稍差一点 那么这个进行队员 搭起来就比较吃力 这是西列 古巴队的对挡 西列在左二团 古巴队在三号位的进攻 西蒙 观众学习上这个 古巴的拉拉队在 狂热的为他们球队加油 希望古巴队重新振夺起来 赶紧调动全部积极性 来投入战斗 日本队仍然保持很高的进攻的效率 到这个势头 今天古巴队 今天古巴队恐怕难以遏制住日本队 这边很可能三比零横扫古巴 日本队现在是十大比十四领先四分 好球 十一号西蒙 他和队长 西列就主二团之间的连续的两个三号位的进攻配合 日本队也会注意到对方这种动向 十四号卡尔卡赛斯 日本队利用打扯出界得分 十九比十五 表球 日本队简直打得太顽强了 新国理发这球几乎是一个汉地拔从原地跳起来进攻 然而现在古巴队已经完全心情不在 无人去专注防守这个空白点 眼看着对方把这球打中 古巴队强烈进攻 谁可惜 他们把愤怒都发泄到了对方球场的四周 而不是场内 现在日本队领先六分 二十一比十五 迫使古巴队的教练叫了这局的第二个暂停 比赛打到现在对于古巴队来讲也只有司马当火马一了 今天古巴队全队的显然不在状态 而日本队呢 在昨天三比零战胜中国以后 显然他们自信心进一步增强 而且全队进入了一种非常忘我的状态 球队是高效率的运转 从地面擦地板的防守 愉悦就球 到多回合的拉锯站 再到网上的这种空中的 搏杀 日本队现在已经全面占优 包括在扣救环境上 日本队在这局竟然已经得了九分 而古巴队只得了五分 古巴队利用掉球 这个球看来这个第一裁判跟第二裁判之间呢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判罚 那么还是第一裁判认为 这球呢是日本的队员刚才 助网 古巴队拦网 古巴队如果现在及时的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 应该说还来得及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似乎古巴队很难有这种迹象 连迹象都没有 他们怎么可能能够战胜对手呢 日本队继续在四号位攻写线 今天让古巴队感到头疼的 日本队不是一两门中炮 现在就成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日军相对来讲也并不怕古巴队传这种打法 只要自己切好发球 打好一攻 就足以 桑托斯到现在呢 他是篮网得了三分 扣球得了六分 一团到位 后台进攻 古巴就推攻过 二号位攻职剑 漂亮 23比18 日本的这个主教练 曾国真一 应该说 在调整球队的这种状态上 真的很有一套办法 他让整个球队呢 来到这里 特别是比赛 达到观念时刻 让全体队员渐入佳境 高效率的运转 篮网又得一分 古巴队大势已去 日本队24比18 在第三局领先 前两局 他是26比24 和25比18获胜 现在古巴队 面临极大压力 日本队手中拥有 绝对的优势和赛点 古巴队斜线进攻 19比24 日本队 日本队现在 又换了一个队员 13号是 辛格里达上场 一团又到位了 悬了 一记直线 日本队 以25比19 拿下了第三局 这样日本队呢 以26比24 25比18 和25比19 直落三局 击败了古巴队 日本队在本次 日式女排金融赛里边 是唯一一支 能够在比赛里边 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并且呢 进入到关键时刻 发挥的球队 他们半决赛 胜了中国3比0 决赛 3比0 横扫了古巴 这样 日本队呢 在小组赛里边 先输给古巴 但是在关键时刻 决赛 报了一箭之筹 并且历史上 第一次登上的 日式女排 金融赛的冠军王座 古巴队呢 是获得亚军 观众朋友们 到这里呢 2011年的日式女排金融赛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那么最后呢 是日本队获得了 他们历史上 第一个日式女排金融赛的冠军 古巴队呢 是获得了第二名 中国女排获得第三 美国队获得了第四 荷兰队第五 德国队第六 那么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再重新 播放一下 中国同美国 今天争夺第三名的比赛的部分片段 欢迎大家收看